大家好,现在是2023年7月4日,欢迎收看今天晚上的节目。 我们看到,今天护身指数是一个缩量反弹的表现,截止收盘,上证指数是报收在3245.35点,上涨0.04%,创业板是上涨0.2%,报收在2232.75点。 量能方面,今天护身两市,合计是成交9300亿不到,这个数字相比昨天是少了千亿左右,我们估计,这可能和今晚美股修饰有一些关系。 北向资金这边,今天北向资金是净流出19.5亿。 另一方面,截止我们在书写文案的时候,离岸人民币已经反弹到了7.2263附近,那对我们操作来说,只要这几天离岸人民币不再出现7.25开头,那对操作就不会有大的影响。 目前的反弹,从指数来说,我们可以分成两种情况去看。 第一种,弱反弹,也就是当前的表现。 我们认为,目前指数反映的只是人民币汇率的反弹。 所以,反弹的高度,我们建议放在3285点至3308点之间。 至于会不会出现第二种,那就要看北京方面后面会不会推出强刺激政策了。 从时间上看,如果强刺激政策要推出的话,时间应该在叶伦访华之后,也就是在7月9日以后。 另外,需要说明一点,如果上证指数要借北京强刺激政策突破3308点的话,那么这个刺激正常的规模就至少要是万亿级别以上。 简单一点说,就是这个星期剩余三天,不论你是抓超跌反弹,还是抓提债股,我们都可以不用管指数,只要看个股的技术面就行。 但是到了下周,我们就需要密切留意政策面可能的动向了。 板块这边,今天比较强的两个方向是,电动车相关,以及机器人方向。 这里,我们提醒一下,考虑到上海这边的人工智能大会,周五左右就要召开。 所以机器人这边,明天可以考虑做获利了结。 而TMT这边,因为TMT族群的量能占比是连续6天低于35%,所以TMT这边眼下也只是局部的个股机会。 总结一下,板块这边,这周剩余的三天,均供TMT里面的电子板块,电动车相关,储能,这四个方向,我们建议可以保持重点关注。 接着,我们看一下,今天机构资金的动作,首先是龙虎榜这边。 今天龙虎榜上主要获得机构资金增持的,一共有9家,其中和电动车相关的有5家。 它们分别是,明阳科技,联创电子,亚太股份,德塞西威,以及仲泰汽车。 随后的四家,分别是,军工概念的昆船智能,存储芯片概念的聚成股份,生物质品板块的融娼生物,以及刚在北交所上市的瑞新股份。 最后,我们看一下,今天北向资金个股情况。 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入超过一个亿的有5家,分别是,戈尔股份,比亚迪,中国船舶,新一城,以及阳光电源。 而今天北向资金净流出超过一个亿的也有5家,分别是,利讯精密,华油股业,护电股份,科大讯飞,以及长安汽车。 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,我们明天再见,谢谢。